大家好,我是叶子 咱们今天来分享一道家常小炒牛肉的做法 首先准备几个洗净的薄皮青椒去掉根蒂 薄皮青椒的口感清脆不辣,比较适合孩子 先把青椒中的籽和茎给它去除干净 再把它切成均匀的青椒丝先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几粒大蒜直接切成蒜片 少许的生姜把它改刀切成小姜片 切好后和大蒜片一起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根洗净的小香葱和一把的香菜 先去掉香菜的根蒂 再把香葱和香菜直接切成大约一寸长的段 切好先装入盘中 接下来把适量的牛肉改刀切成大薄片 切好的牛肉片先装入一个大碗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把它充分地清洗出血水和杂质 洗净后稍微捏干水分开始调味 先在里面加入一勺的料酒去腥 加入少许的老抽上色 加入少许的盐增加底味 加入半勺的生粉 再加入半个蛋清增加滑嫩的口感 然后把碗中的食材给它充分地抓拌均匀 把牛肉先抓至到碗中没有水分的状态 这个时候在里面加入少许的清水 继续抓拌 让牛肉吸收一定的水分 可以让它炒出来比较滑嫩 把牛肉抓至到顺滑湿润的状态 然后在里面加入一勺的豆瓣酱 如果不吃辣椒也可以不用添加 把豆瓣酱和牛肉先充分地搅拌均匀 然后在表面淋入一勺的食用油 这样可以封锁住水分炒出来更加的嫩滑 接下来在一个控碗中加入两勺的生抽 加入一勺的蚝油提鲜 再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接下来加入适量的清水 给它充分地搅拌均匀 水的用量不需要太多 把碗汁搅匀先放一旁备用 在炒牛肉之前 我们先把锅给它充分地烧热 再加入适量的油 不用等油温升高 立马倒入腌制好的牛肉 然后快速地在锅中进行划炒 这样在炒肉的过程中就不会粘锅 炒制的时间不用太长 把牛肉的表皮炒制到略微变白 先把它划到锅的一边 再加入蒜片、生姜和一把的干辣椒 把食材先在锅中 给它充分地煸炒出香味 再把切好的青椒丝 倒入锅中进行充分地煸炒 青椒丝先在锅中 大约炒至半分钟 再把锅中所有的食材 给它翻炒在一起 把它充分地炒匀 青椒丝炒至到断生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调好的碗汁淋入到锅中 碗汁的用量不需要太多 以免烧制的时间长 牛肉会变老 把它略微翻炒均匀入味 再把准备好的香葱和香菜段 一起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大约在锅中翻炒至5-8秒钟 充分地激发出香味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清淡爽口的小炒牛肉 我们就做好了 牛肉用这种方法做不仅鲜香入味 而且非常的滑嫩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 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